你 你怎么不进来啊 就那么怕我们公司的保安 谁怕了 我这不是怕进去 打扰他们的工作吗 那你觉得在工作的时间 把公司的老板叫下来见你 就不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吗 你不就逼我承认吗 行 我承认 我确实上次闹过之后 我觉得挺对不起 招招工作人员的 可是我找你 打你手机又打不透 那怎么办 我只能在这儿等着呀 这个借口勉强接受吧 说吧 什么事 我师傅同意了 可以过合同了 真的 都会有你啊 没事 那你们先出合同吧 然后具体细节 再跟我师傅对吧 好 我马上出合同 那换我带到 走了 拜拜 等一下啊 你觉得你就这么走了 合适吗 有啥不合适啊 首先这个事情 是咱们两个 共同努力速成的 那你说咱们两个 是不是应该 好好在聊的 庆祝一下 庆祝 庆祝 我说你这人 也是争口啊 他都负了晚上 我请吃口 欢迎你这回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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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位置啊 好 坐坐这儿吧 老板 帮我们收拾一下 好嘞 开单给我 开单 坐呀 跟你说呀 他们家的这个牛蛙具好吃 来一份牛蛙 你能吃辣吧 龙虾 好嘞 好了 老板你这些 对了 两天雪碧 好嘞 我这就给您上菜去啊 好 来 这个 不好意思啊 我跟你说呀 他们家这个牛蛙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保准你吃完爱上它 静小来吃啊 我的食堂 你还挺有钱啊 这 这没你吃的点贵 再说了 你那么有钱 这但是不应该你一起啊 嗯 雪碧 大肠杆君 啥 大肠杆君 拿来 牛蛙上来 快快快 快吃快吃快 妹妹 那个麻烦你帮我拿一碗水 热水开水 好 马上来 不是 我说这大夏天的 你喝热水呀 我给你点的 我有雪碧啦 你不是现在应该喝热水的 我不养生 那 那你喝吧 快了 我说在这吃饭都这样 真是脑没事 我妈呀 她是一个特别有规矩的人 那你学规矩 应该挺累的吧 不过你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会累吗 不过我和你不一样 我很自由 从小我妈就对我比较凶 除非她工作的时候啊 来来来 吃吃吃牛蛙 所以你就像个野孩子一样 什么野孩子 我这叫自由 放飞自我 谁啊 古猪 你怎么找来我家 酒吧都把你告诉我的呀 你昨晚上没去唱歌 我担心你啊 你还要做衣服吗 这些都是我姐在弄啊 你别乱弄这些 我弄乱了我姐会骂我 这也是她做的啊 对啊 她很厉害 财女 你们家好多狐狸玩我呀 这个小猫子好可爱呀 你能不能送给我 这个是我姐的 你要把她吃放回去吧 你都不知道我为了找到你家 找了多久 走了多远的路 我这么关心你 你都不知道对我好一点 好 送你了 走 反正我姐很多这种 谢谢 我 前面就是我家了 你不用送我 我自己回舅舅舅 我没有想送你啊 我刚好顺路回去取车呀 取车 可是你车不是停在 刚刚吃饭对面 这么晚了 送同行的女孩回家 这也是我们家的规矩之一 你们家回家这么多 什么 大声地说出来 我 我 我没什么 我发现你还挺能吃的的 还行吧 那就送到这儿吧 谢谢你送我回来 那快回去吧 好啊 这爱慕的眼神也太直白了吧 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呢 其实我一直都想跟你说 你可以直说 你最早要个酱汁 还没有擦点 我来吧 表哥 姐 这是什么呗 这是我 我爹 我大晚上不回 表哥 你不要误会啊 这个是我凯曼的同事 我们都是练习生 我今天来是 问他明天的课程的 对吧 对 不过表哥 你们两个离那么近 在干嘛呀 赶紧回家 又是不过 对 不过 我太多了 会感到就不过 你会有个多好处 等会儿